欢迎大家回来澳门颠台EP548集 我们今集又来讲一下网上的文章 第一篇主题就是 一起五年他都不记得我夜晚不喝得茶 嗯 就是说他 这个是女士主投告 就是说他男朋友或者老公 就不记得他夜晚不喝得茶 生活那些小小节 小小节五年了你都不记得 还是这个字是一个标题 其实他有其他东西 就是说他真的没有心装在 你只是记得你自己的东西 忘记我的东西 类似一些 我觉得应该都是父妻老夫老妻投诉 事件来看看 还有一篇就是我今年二十岁 男朋友四十二岁 差十八年 是不是 差二十二年 差二十二年 二十二岁 我们之前说十几岁都可以 十岁 我心目中二十二岁 差二十多两个轮了 真的做得你老爸 有特 一会儿来看看 看看他们是一个什么情况 都是一个女士主 是一个女士主投稿的 听之前先来邀请大家 给我赞 我们支持一下 给一些动力 我们YouTube听的可以订阅我们 按下个钟 就会立即通知你 一会儿 估计Signify 听到我们五星好评 我们B站听 记得一键三连 还有关注我们 谢谢 见到左下方有个IG平台 美博平台 可以让大家投稿感情烦恼 以及其趣的故事 下面可以投稿文章 下方说明欄 就会见到相关的链接 还有什么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看的 很感谢YouTube 和我们超感谢 还有B站和我们充电的朋友 我们电台开了一个新号 叫澳门电台二厂 大家记得快点去关注 这个号暂时都是 这个号暂时都是 B站用户 譬如YouTube Podcast 就继续可以听 我们来之后 这个号暂时就不会再更新 在第二号暂时就继续更新下去 所以主要更换就是B站 记得关注二厂那边 还有宣传一下 有需要这个私人一对一感情资讯 都可以在我小龙书室里看相关的资讯 第一篇就交给我来读出 一起五年 他都不记得我晚上 昨晚不喝得茶 一位女事主投稿的 他就说 首先多谢大家 抽时间看这篇文 我已经迷惑了很久 分不到到底是谁对谁错 也都不知道可以跟谁说 很严重的 跟他说得分不到谁对谁错 我觉得他就觉得自己对了 是吗? 可能最后他也是他错 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 自己的朋友 什么都会帮我 希望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拿到一些比较持平的意见 一些背景 我们两个都是30岁左右 拍拖五年 同居两年 同居这两年都发生过不少问题 最后令我上来投稿的原因 就像标题所说 一起五年了 我男朋友都不记得我晚上 不可以喝这些含咖啡因的饮品 如果不然就会失眠的了 那这五年一起 逛街 吃饭也好 在家里也好 只要超过下午4点 我一律是不会喝茶 或者咖啡的 这件事在他面前就发生过很多次 也都说过很多次 我今晚就在家里吃完饭 他冲了一回红茶 问我想不想倒杯 我就呆一呆 然后就说不用了 他问我为什么 我就看一看那钟 7点半 一早已经超过了我的时限 我觉得这一句突然很重要 好像那种 那种叫什么 灰姑娘12点的feel 不行了 已经过了这个时限 太迟了 我要回去 你又不早点 我已经没可能再品尝到这杯茶了 过了我的时限 我就苦笑一下 就说太晚了 然后他就说 对啊 忘了你晚上不喝这些 不喝这些 这些情景 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了 五年来 多到我已经数不了了 我静了两秒 终于忍不住 说了一句 嗯 五年了 你还是不记得这件事 其实呢 我都知道我这么说 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是我沉不住气 他就回覆我了 我怎么记得你这么多东西 我喝又不会睡不着 不记得你这些东西也很正常 那我除了呜之外 我已经不想给任何反应 是我自己拿来的 再说下去 都是吵架 我已经没力气了 那我想知道呢 是不是真的呢 我的想法错了 我以为呢 记得伴侣的喜好 和禁忌呢 是基本的 我以为呢 晚上不喝得茶这件事 是很正常的 想对方记得 真的我期望太高吗 那我知道呢 这件事呢 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 但是呢 当日 即是 当日常生活呢 每日都充足着这种小失望 我已经不知道 可以对这段关系 抱着什么的态度 有这么夸张 等一下先 每日都充足着这种小失望 其实会不会还有其他事呢 还是他每日都问他 喂 喝不喝酒 每日都问 混蛋 如果他每日都问 你男朋友是开什么首饶店 然后拿着杯 今天卖剩下 喂 先喝一杯吧 是吧 是吧 还是他想你睡不着 晚上想做些事呢 也可能是 每天晚上 你的人精神 他会跟你做其他事 是 我觉得应该有其他事 小失望 没理由每日都是这个 是 应该 他不知道他有没有说 但是 这类类大部分都会 这些小失望 对着迈迈就变为大失望 然后最后是聪靠的 我已经不知道 可以对这段关系抱什么态度 每一次拿出来说 我都会生气到哭 他都说是我太高要求 是我太敏感了 我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 我已经分不到 是不是真的是我错 当然他也有好的地方 我每次不开心都提醒自己 不可以只是看我不满的事情 但是我已经快来平衡不了 其实两个人相处 并无对错 只有适不适合 既然大家生活上那么不合 为什么还要一起呢 是我太小气还是怎么样 认真求意见 感谢大家 你怎样看啊 我觉得这些 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觉得很小事而已 一个人很难记得你的喜好 懂什么喝什么 就像我妈妈那样 她经常跟我说几十年 她最喜欢做炒鸡 炒鸡 然后拿来炒 你知道炒鸡有很多碎骨的嘛 大家明白吗 我是不喜欢吃那些有骨 就是有骨我可以捏 比如吃鸡我可以自己捏 但是这些碎骨我怎么知道 我在哪里有呢 不然她又喜欢拿一些菜心出来炒 拌一碟炒 吃吃下菜里面有碎骨 真的很影响 这个吃饭的感觉 就是和我家人相处那么久 我和我妈妈都反应过 她说有得你吃就吃吧 她说有那么多东西说 你自己不会吵 哈哈哈哈 这样没办法 妈妈也是这样 何况男女朋友 如果她说晚上不喝下茶 不行 我喝水了 我已经喝饱了 那她多问你几次 你每次都说不喝 她可能没有人都不问你 我觉得不需要太在意 就是说一些小事 有什么草 可以直立 可以碎骨 我提到我话说一点 碎骨是因为刀不够利 砍得不够顺 不够直接 可能她砍几刀才砍断的鸡骨 导致有很多碎 如果她一刀 一刀砍下去 砍开它 那就没什么碎骨了 可能你买了一把刀给你妈妈 哈哈哈哈 这把是上盛的开封锅的劲刀 让它一刀流 一刀一刀 可能是这样 提外话 我觉得这件事 当然你说 刚才我也想讨论多一点 女士主的观点是 这件事是小事 但是五年 五年这个时间不短 都长时间 五年是否真的就可以 都记不住呢 还是不关时间的事 你又怎样看呢 这件事 会不会五年 其实男士主有 是应该要记得 还是怎样看呢 我觉得 你伴侣的喜好 可能头那一两次 她不喜欢吃什么 你便拆了雷 是正常的 她多说几次 我觉得你要记得 接着你说 记不住 我觉得真的 有一些无心装在 还有我觉得她 她是不是 就是那个男士主 是不是打算 聊交咬 特意找些东西 激一下你 这样 接着跟你说 我们不交了 我们分手 这样 就是有可能的 她又没有说太多 就是说这些小事 还有 那一件小事 就不会令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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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的小船翻的 那可能 加起来 她又有其他事 她早上 可能她早上 如果不拆牙 就吃早餐 最真的 最真的些人不拆牙 吃早餐 那加起来 就觉得 哎 对这个男人心疼 最后 随便找些东西 吵下去 然后又说 分手 分手 就是未必一定是 一件小事 罗马都不是一天见成 我觉得她的女女 都是找交咬 不是找交咬 就是她 不是很喜欢她 但是 找些小事 慢慢发大 嗯 我觉得她其实 好像有些 开始不喜欢她 我是这样看的 因为这件事 我没有说很帮谁 但是 我会比较 如果真的要选择 可能会比较支持 男方那边 原因是 首先 可能 一定不是只有这件小事 就是关于夜晚喝茶 这件事 是有其他事 因为女生都说 自己都说 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个是其一 第二就是 男生也有说过 你要求太高 一定不是只出于这件事 她日常生活里面 这个女生应该要求高 所以可能 可能我幻想之中 她们就是有很多小事 例如 可能牙膏要如何擠尾 是吧 又不记得 回来 那些蜜要反转 才可以放入洗衣机 是吧 可能有很多 濕碎的东西 男生也是不记得这些东西 加加麻麻很多 但对于男生来说 这些东西 其实是不影响她的生活 可能牙膏 怎知道 对某些人来说 是没有影响的 还有她的物理 我曾经见过 一对男女 两夫妇 她老公经常用很多钱 扔下洗衣机洗 洗到衣服又骚髒了 然后她说 老婆又要再洗 扔了几次 每次都是这样 有这些小事 是吧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这些是不影响她的 是吧 就算她真的扔了一张钱去洗 可能她也觉得 蛤 没什么 都还好啦 下次记得就可以了 有些人是很不拘小折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洗衣机洗干净 以前不是洗干净了 是吧 为什么要洗那些衣服 是吧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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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那些男人 是呀 接着就跟阿Lick说 你有道理 你有道理 是吧 喝杯 很开心 所以这个是大家 可能生活了这么多年的 价值观的问题 这个男人的价值观 可能很多东西 其实她也不喜欢看得到这么细节 这件事 譬如喝茶 说回喝茶这件事 唯一都有提过的这件事 她觉得 我倒杯茶出来 就问问你喝不喝 有时 譬如 假设有些人是 真的喝茶会睡不着的 晚上 但是有些人都 没所谓 看到 只要喝一口就喝 你说喝茶 会睡不着 我觉得是有个量的 我再说小一点 你没有理由 碰到一滴也睡不着吧 应该是她心理作用 如果是这样 心理作用 你碰到一滴 不会两滴呢 还是一口呢 一口未必会吧 可能是试一口 我洗了整壶茶 试一下这壶新茶 试一口 会不会就睡不着 不然是叫你狂观 当然那男生没想到那么多 有些人 我再说 有些人可能是睡不着的 但他有时都觉得 我想喝一口 这个时刻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晚上7点多 和朋友出去 很想喝一杯啡 看别人喝得这么开心 我想喝一半杯也好 就算冒着睡不着 我也想喝 有些人是这样的 所以你男朋友可能 纯粹问你 你想喝就喝 不想喝就不喝 现在不是说 喂 我很口渴 没有了 然后他将全屋唯一的水 都沖了茶 没有了 今晚停水 只剩下这壶茶 那你就说生气 你不喝就行了 当然女事主可能觉得 不是 你这样就是 你 没有我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个爱够不够的问题 因为你试着幻想一下 如果这个男人是你很喜欢 很爱的 其实是会演变成另一种 可能性的 就是 那个男人沖了一壶茶 是的 他是不记得你 晚上喝茶会睡不着 他是不记得 但是可能你太喜欢他 你自己帮他想起来 藉口 是的 那个男朋友不记得 但是他有我心 他有好东西想分享给我 是吧 接着我就跟他说 我不喝了 睡不着了 但是我收到你的心意 是吧 我知道你吃什么都有 吃什么喝什么都有想到我 是吧 戀爱中的就是这样 吵戀爱佬就是这样想 是吧 有点像 但是如果你想想 如果你是不喜欢他 甚至厌惡他 日常有很多小事都不喜欢 开始厌惡这个人 就算你男朋友今天洗完壶茶 洗完壶茶 洗完壶茶 没有叫你喝 可能你也会想 你明知我不能喝 还在我面前喝茶 都是可以生气的 都可以生气的 水又不泡杯让我喝 对 你只得自己喝 又不泡杯水让我喝 你自己喝就可以了 明知我喜欢喝茶 但不可以喝 你又要泡 你要生气 我觉得怎么都可以生气 有这样的可能性 怎样都可以生气 我看到有些网友留言 可能那男孩是 情有可原的地方 你如果今天是说 我对茶是真的过敏 比如有些人对花生过敏 是吧 就是这样 这些永远都不能吃 不能喝 可能他记得是更合理 但是你今天有时可以喝 有时不能喝 可能是某个时间段 可能有些人真的没有 那么仔细 记得到 那么细心 我自己记得到 但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我身边的人 没有那么仔细 我都觉得 其实人家记不了 很正常 他记不了 我自己记回自己的东西 我记得自己不能喝就可以了 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会不会是针不刺到肉不止痛呢 就是换转 如果是拿来 你不能喝的 晚上 但你女朋友经常都不记得 那你又会怎样呢 我会 就是他照着冲 然后我说今天不喝 或者是明早 就是明天喝 很浓 他没有说明早 都不喝得太可憐了 就是我觉得 他真的不记得 就是不是说不记得 那些人真的 他真的说一百次 一千次 他真的不记得 那如果你真的爱他 喜欢他 你就算了 他做了给你 都算是一点点心意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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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是逆来信秀 那样 明天喝吧 放在那裡 然后明早趁他还没起床 就倒掉了去 马堂里 然后趁他起床 喝了起床 是吧 这些东西 嗯 嗯 就是好像有个留言就说 什么 女事主留言 小巿而已 他说他跟那些男友 去亲旅行的住的酒店 都会在马桶边 看到尿迹的 他说吊了五年都是这样 他的心都很累 就是可能他吊了 男朋友 那些蛤尿要到处 然后男朋友 行啦行啦 下次吊准点 但是每次都吊到 整个马桶都在迹 那样咯 那样咯 没办法 大部分男人都是 站在那里 就是蛤尿 那样 那你吊他 难道叫他 那叫他 叫他 呃 呃 那留言 说 应该是男的 就说 自从同居之后 他就习惯了坐在马桶里 那真的很方便 不用瞄准 是啊 那这些是有心的男友 一些就是周围肥的那些 嗯 听完 说完之后 算了 明天喝少一点 那些水 就不用多 那麽尿了 是啊 这些完全是磨合的问题 有时候如果 譬如 家裏做清潔 那是男人的 那他怎样吐 有关我的事 那他只是清潔 可能是这样 但是如果清潔 那是女人 那男人就配合一下 你要是吐得准 如果你不想坐在那里 你要站在那里 那你真的吐 你就留意一下自己 有没有吐得不准 你吐得不准 你就 擦一擦 立即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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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什么问题 有些人就真的 很随便的 那你就要看看 你接不接受到 这个这么随便的人 我都没有说 我说是偏向男事主 我没有说是女事主 错的 因为他也有权利去找一个 可以照顾他 可以记得他所有的小 那叫什么呢 小细节 一些生活上的细节 一个这样的男人 你会觉得很被受照顾 觉得他任何东西都记得 是由这种人的 但是这种人 可能他自己也会有很多东西 因为记得这么多细节的人 他自己也有很多要求 可能你又未必那么满足到 他的要求都不一定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 他说床上戴巴 应该要戴紫色 那为什么你每次跟我做 都是戴粉红色 那些 是 他有些 类似些 不行 我接受不了 你家里 不戴巴 不够漂亮 可能 我随便说 那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啊 女孩子家里就不戴巴 可能 有些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男人 是不屈兆折的 那就 好像没什么所谓 这个 我看远一点 看大一点 我喜欢你 喜欢你性格就可以了 之类的 还有他 沖茶喝 这个 有些人都说 他真的 纯粹 沖完 或者问你 两个人 譬如在家里同居 是吧 那你 吃什么 喝什么 看电视 看剧 自然会问一下 旁边那个 有没有兴趣一起 这个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是啊 都是 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 没有 就算 比如说你明天要上班 是吧 明知的了 你明天要上班 你平时12点前都睡了 但是11点半想看剧 都问你 看不看 那是否他想很黑心的 等你明天起不了身 不是 有时 可能你那天想晚点睡 或者怎么样 是吧 他问一问你 如果他就知道你12点睡了 不用问你 我以后有些什么想自己做 我立即是12点之前 大概是那段时间才做 不用问你 说也不用说 之类 你又觉得他 做什么 卡了些时间 明知我不能做 这些就真的 看了不喜欢 但他又没有说 他平时的男生 有什么生活上的小细节 他不满意 我很难去判断 到底是这个女士主要求太高 还是男士主真的太随便了 这个可能 我们刚才估计的 就是什么厕所板 吸不吸 牙刷 硬揭 如果这些 就纯粹是 看你们两个能够够 另一个能够做 像这个沖茶这件事 一个是喜欢问的 你回答不好就可以了 就是搞定 或者下次他沖茶 你就不要像一个陷阱 或者你明知他不记得 你每次都记得他不记得 你可不可以主动地跟他说 你喝吧 我不喝了 你不要问我 你不要让别人去判断 你好像在瞄论他 他问我了 他真的问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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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气了 可以生气了 每天都在找可以生气的机会 终于找到了 会不会有些方法 你提醒他 或者你见他沖很大壶 见他沖茶 你就直接提醒他 不要沖这么大壶 你自己喝而已 我不喝的 提醒你 不要太困难 不要太困难 你又不记得 沖这么大壶 不要太困难 两人相处 太困难就不是太好 你温馨提示 我怕你不记得我不喝的 提醒你 不要沖这么大壶 要不然你今晚 很频繁 提醒他 大概是这样 不知道你们又怎样看 如果对方 一起这么久 有些生活的细节 始终都记不住 不知道你又怎样看 想看男听众 女听众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接下来 下一篇就交给阿力来读出 再说一次题目 我女侍主 今年20岁 男朋友42岁 她小妹今年20 两年前在工作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 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 原本以为怕散拖就算了 怎料这样就怕了两年 男朋友42岁 家境普普通通的 港币 3万元一个月左右 有时淡季就2千元 不是2千元 2万元 是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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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现在要照顾父母 又喜欢改车 即是男朋友 常有高堂 又喜欢兴趣 下有汽车 是2千元 是2千元 那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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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中间 是3千元 你呢 哈哈 哈哈 又拍拖一开始 就是地下情 门下门下门下 只包不住火 被老爸发现了 老爸约他出来聊过 我呢 我见老爸呢 都挺不满意的了 啊 就是 应该都 很难以 不满意的 他可能比你老爸 是吧 就是可能老爸 都是大他 一个新潮 是吧 两岁 是啊 那你还叫他爹地 是不是 或者那些什么 外父 或者那些 爸爸 通常都叫爸爸 可能是 如果结婚之后 他听得多银耳 就是 我爸爸想 我大他 两个新潮 而已 叫我爸爸 是不是 是啊 但是这个 但是好像听过 郭富城的外父 都是这样 是吧 他是不是结婚 我忘记记错了 他都是这样 他那些 差年纪差很远 好像周杰伦的老婆 也跟他差很远 年纪 是啊 崑玲 那些 人家有钱 外父自然的感觉 是不同 是啊 那你可以说 他普通通通 一是两万 一是三万 一半 就没有周杰伦和郭富城 那麽多 香港找这个钱 是一般般的 是吧 是啊 那继续了 之后呢 过多了一段时间 那麽就被我老母呢 撞到我坐男朋友的车 啊 那麽就爆了 就是 那时候老母都未知 老母都未知 就是只有老爸知道 是啊 是啊 那麽其实呢 那麽我老母呢 一直呢 怀疑我呢 跟他 在一起呢 但是呢 我就是都不承认的了 啊 那麽现在就 那麽就有些 那麽就有些 就是有些 那麽就有些 是什麽叫有些 現在就有些 他说不出 有些尴尬 是吧 就是老母一直在怀疑 那些不认 那麽现在被人 突然跌破了 现在被人 撞到他坐的车 坐一车而已 坐一车而已 就是坐在上面 坐在车有什麽问题啊 你那麽妹仔 你说是同事 是不是同事 那麽他们做事 那麽都会把同事 都会把同事都堵完 那麽有所谓 是吧 难道你 他40多岁 你20岁 那麽和那些人吃饭 每个人都有车 難道我自己的搭地铁回来 那麽都会把同事都给你 你是想定的藉口 可能他又回去坐下老爸 喂 臭小子 女儿是不是跟那个42岁一起 坐下 老爸爆大祸 说不定 没被人发现之前 女事主就说去台湾旅行 老母都出钱出力 帮我计划行程 这么好的吗 这么好的吗 20岁了 你20岁去旅行 老爸老母出钱 还要计划行程给你去 有这样的事 有这样的好事 你说中学 中学去交流团 小时候中学 未够18岁 老母都给你钱就算了 20岁出来做事 有钱就去 没有钱就随便 下街楼找个老肉饭吃了 就当去台湾 比如你读大学 你自己有兼须赚到钱 你便去 是呀 不过可能她家里不同 她家里很疼她 看得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家里一定很疼她 自然很紧张她 跟什么人在一起 是呀 独身女 特别疼她 是呀 帮她计划行程 就立刻去澳门玩 顺便带多个朋友 跟男朋友一起去玩 应该是这样 就是连着去旅行 什么 就是怎么样 带上一个朋友 跟男朋友一起玩 可能去台湾就跟男朋友去的 可能去完台湾就请咖啡去澳门玩玩一下 刚好有个朋友又想去澳门一起玩 那又跟男朋友一起玩是什么意思 应该就一起去澳门玩 即是她家人加她 加上她的朋友 加上男朋友一起去 应该是没有家人的 家人只是付钱而已 提款机那样 那她又说跟家人去澳门 听到一头没水 听到一头云 她又说会不会有少少过分 咦不是少少过分 是听不明白你说什么 很难判断 不是少少过分 是少少听不明白 是呀 我猜一猜 我猜一猜是可能她打漏了一字 之后跟家人说去澳门 是不是这样 之后就告诉家人 去澳门又要 其实就带上朋友和男朋友一起玩 可能是这样 那你男朋友也挺开心 你又跟你玩 又跟你的朋友玩 对 朋友男还是女 男朋友也挺开心 他一定是女 他这么说 一个四十多岁的 朋友一定是二十岁左右 跟两个门妹去澳门玩 真的开心 真的开心 答应了什么 答应了给你一层楼 买一辆车给你 还是什么 答应 转介也好 是不是 答应给你幸福 每个人才答应 对 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对 幸福是什么 我们又说车有楼 是物质 但是男朋友这样说 幸福的生活太空泛了 定义不了什么 我们讲的意思 你有没有规划 你说 接下来两年我们就存钱 第三、第四年买楼 起码有个步骤 给20岁的女朋友听到 怎样一步一步 报她这个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不是一下子 石头爆出来的 我们讲的意思不是要求物质 奢侈的东西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讲的 这些物质的东西 起码是真的有行动 可以证明到 而 换个角度想 这种幸福生活 你怎样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 所谓幸福生活 个个和另一半一起 都是想另一半幸福的 但是你又不想想 到你们分手那天 他之前的承诺就没有了 这些东西 一向都是这样 谁分手还在那里说 你当初又说 当初又说要给我幸福 现在是分手了 要继续给我的 哪有人会这么说 已经没有了 分手那一刻 你要想起分手那一刻是怎样的 那接着怎样呢 我女生都应该还是恋爱佬的 可能觉得男朋友 即将来应该会跟我结婚 很多辛苦 大部份的定义都是这样的 他一定都是这样想的 是的 那他的朋友 应该男朋友的朋友都说 现在恋爱自由 其实想起了一层 我和他结婚过了20年 我是不是要养他 其实 逐个逐个 你要养他 就是他20年之后 他62岁 62岁 是的 你40岁 你说 那好像变得可白 你出街睡 是不是 我不养你 出街睡 对 幸福生活了 怎么没有 战戒又没有 房子又没有 200万也拿不到 不我出声 你出街睡 你说养他 你才20岁 有没有想到那么多 别人 同得你一齐 可能他都会想 未来是怎样的 你就和他谈一下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养 他自己也有积蓄 不是每个60岁都要人养 你没想到 他想起来真的很年轻 是不是说笑 是的 20年 可能他有个财暴规话 这样 投资了什么 搞生意 20年之后 可能要发过李嘉诚 到时候他养10个 20岁的妹妹都可以 是的 不用你养他 养很多其他都可以 给钱 你自己找20岁的年轻 养住 小八年养 我又找20岁的妹妹养 大家偶尚吃饭就算了 没有偶尚 20年后的事 大家不知道 是的 可能到时候是他 叫你出街睡 是的 可能他在想 问题就是 他60多岁 我40多岁 要不要照顾他 未必是养的 都有可能的 是的 类似60多岁 可能人都60多岁 都有些病痛 所以开始 但你才40岁 你照顾一个60多岁 其实这个感觉 就好像一个女儿 照顾一个老爸 是吧 都像 但你心想到时候 哎呀 我40多岁 我原本都还有一个老爸 我有两个老爸 要照顾 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 你要 预计有这一天 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 你跟他一起 20年 你不就叫他健康一些 有些60多岁 都很健康的 家里有个70多岁的一伯 天天去神运行 说健康过我 应该说是健康 整头八发 那你不就叫他 如果打算跟他走下去 你不就叫他带他去做运动 要20年 怎样都养了个生子 回来了 继续吧 其实呢 我都不 他继续说 其实呢 我都不知怎样的 自问呢 我觉得呢 我是爱他的 我又不肯定呢 我跟他 是不是真的可以走下去 但是呢 现在的家人呢 就是我 我跟家人又懒战着 家人想跟他们 上去分手 大家好似呢 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 我每个礼拜 都有三天 去男朋友家里住 不过呢 跟家人呢 说是回夜间的 虽然呢 我不知道他们信不信的 但是这一段关系呢 应该要 做一个取舍的 真的不知怎样算好 多谢大家 这么耐心 听下去吧 嗯 我觉得20岁 20岁就很小 你 他要恋爱佬 多一两年 我都觉得可以接受的 是的 你说这个男人 是不是最好 可能你慢慢戴那些 都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真的对你好 还是怎样的 这些再说 他真的太小了 甚至我都没什么意见 好给他 就是我觉得青春是可以燃烧 你就去吧 你喜欢做自己 喜欢做的东西 我就是20岁 我喜欢跟一个42岁的在一起 跟他玩两年 他44 然后我22岁 我就觉得不行了 我还是选择其他 再分手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但是没有急着结婚 我觉得 不过头转真的结婚也没什么 你离婚而已 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分身家 立即比你的大学同学有钱 那句什么 叔叔你一把年纪 应该存到很多钱 是的 然后叔叔说 你一句话就相开了三次 不过可能也不是很多钱 他又玩车 上有高堂下有汽车 可能也未必有很多钱 那就是自己看 这些 不过他也不是为了钱 这个妹妹 可能他就是 我觉得他完全可以 开心拍拖 你这一刻你喜欢这个人 就可以了 你说你家人这样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想的问题 就是这个人是否值得你 跟家人搞成这样 我觉得他家人 都没有说去到很极端的 他也是不支持 叫他分手 没有说不要女儿 我觉得都还好的 你随便任何一天 跟妈妈说回我分手 你家人都没事的 就说好了 找个好点 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不是很严重的 阿迪又怎样看 我觉得他 你看看 你说拍拖了两年 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就是之前有没有离婚过 就是你 搓一下他 没有啊 搓一下他 怎么都有一些蛛丝麻跡的 可能他之前离婚过 你又没有跟你说 那有些人说 四十几岁的男人 那些大家不要 才骗你的小妹妹而已 那不否认 有些男人是专骗小妹妹的 但是 那你看这个男人身上 是有没有这种特质 就是专骗小妹妹的特质 就像尼安娜道那样 对了 尼安娜道这些 你甘心情愿被骗了 对了 那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贪图你的小妹妹 压意压 贪图你的身体 那拍的只有两年 那样 可能应该就不会的 如果他真的要骗你 玩玩玩你 那可能两个月就分手了 那样 其实我都见过 有些朋友的朋友 有一个 就是他和我 他都是 我不是和他不熟的 但见他的年纪 应该都一定岁数的 应该都大过我 40多岁 那他女朋友都是20多岁 那都可以在一起的 是的 但是那个男孩是 就是刚刚说的 40多岁 他家里有些家底的 那可能那个女孩又想 家里又 就是可能家庭背景有些特别 我不知道 或者他真的想找个有钱的男朋友 哎 40多岁 都有钱 他又保养得好的 那就是一起了 这些 就是大家夹的 哎呀 那你说家人和家人冷战 我觉得如果 你看看你和男朋友说 看看你有没有心去 就是 把这个关系 就是和 你的男朋友和他自己父母的关系 变得更好 你有没有时间 偶像个时个节 买些礼物上去 是吧 或者你和他 就是他40多岁 你爸爸都是大 他两三岁 有计谈呢 是吧 拿一些AV出来 看 喂 我小时候看这个 你又是小时候看这个 就是不一定是AV的 有些兴趣 可能相同 就是谈一下 就是让他知道这个人 虽然说40多岁 但是他是正正常常的 那你不要给年龄去限制他 就是一来有一些先入围住 黑板印象 嗯 因为如果我 如果将来我40多岁 他混了一个这样的小女孩 我觉得如果我对他玩玩一下 我完全不用理他 他到底是怎样想 对他家人是怎样 怎样 因为我和他玩而已 对不对 我主要是理他 今天那套酒吧 是什么颜色 就是这些 这些是要理的 其他事情都不用理 他和他旅行的朋友是怎样的 对 今晚他有什么行程 大概是 就是 是不是全部都 去你那里先 还是去他那里先 首先我们去酒店出发 然后去酒店 然后最后都是去酒店 对不对 大概这个行程 如果说认真 如果我真的喜欢这个小女孩 其实我虽然是小很多 但是我想和他有一个 就是希望可以发展到不错 甚至去到结婚 那我肯定是 会教识他一件事 就是怎样和他家人相处 因为他和他家人相处得好 未来的婚姻才会比较和睦 因为他认识了我 回去和家人相处得不好 家人会怪谁 那就怪我 肯定是怪那个男人 但是你不是 你教那个女孩 对家人相处是怎样 你这么大的人 怎样和家人相处 你怎样都有一些 有些经验 是吧 就是你不要 怎样怎样 就是不要经常 顶他嘴 或者你成熟一点 有些什么表现 令到家人觉得 你和一个这样的男孩一起 你是比起原本的你 成熟了 稳重了 女孩都可以稳重 独立了 懂得想了 这样 那家人觉得 你是一个正向的成长 尽管这个男孩 不是那么理想 平时跟那些人 最顶多是带10年 你带20年 但是 又的确是带给你一个成长 可能家人会想 这个男孩 无论是否最终 跟你在一起 都给你有正面的影响 都算是对我的女孩不错 让你们在一起 可能你令到家人 有这样的想法 已经是很好的 因为你要靠个女孩 20岁的女孩 自己想到这一点 是很难的 哪个20岁的女孩 会想这些 我家人怎样看 怎样 为了将来 哪个20岁会想这些 没有 20岁在想 今天有没有找我 哪里玩 想这些而已 现在 会稍微想一下 他会想一下这个问题 很明显就是 家人给了他压力 其实他都不知道怎么做 这种关系 他就是靠欺骗 欺骗住他家人 他不敢面对 不敢沟通 就是这样 他唯有欺骗 那欺骗 就会出现很多矛盾 什么都不跟家人说 家人觉得 你什么都瞒着我 开始就越来越多矛盾 那就不是那么好 有些人都决了一句 就说去台湾旅行 老母出钱出力帮忙 计划 这一道 不过也没什么留言 但主要是觉得这句 有点很特别的 我刚才也觉得是很特别的 如果好像刚才K老师说 要教他成熟稳众 我觉得如果是老母都给出钱帮忙 计划 你这个四十几岁的男朋友 听完这句之后觉得 OK 叫你老母给多一点 我觉得这个男人就不行了 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稳众 带着你成长的男人 说不是啊 你又出来做事的 那你不用叫家人给 或者他照给 但是他给你五千元 你是不是买多一些手信给他 到时候买了什么给他 买回价值给他 就是不要让家人花钱 就是他会带着你去成熟一点 如果带 看一看没有后续 如果他说老母给钱 他都不阻止 我觉得 可能这个男生就未必可以 就是不是很成熟的 如果成熟一点就觉得 你给回钱老母吧 我们去旅行就自己出钱 不用别人给的 如果他给回钱老母 老母听到之后觉得 哎呀我女儿喜欢长大 喜欢大过女儿 可以自己认识了 可能他会多谢男生 可能有些人都说 很搞笑的 你不是只想养他 是20年后 20年后可能你突然间 就会要养5个人 有两个是自己的老爸老母 一个是他男朋友 可能未来是老公 还有两个是他老公的老爸老母 突然有5个老人家要养 有人就提议 那你买一辆七人车 可以习运一下 对不对 简单一些 5个去那些 长者公寓 老人员一次过去住 你平时的娱乐 就是去长者康乐中心 有些人都认真说 你这篇文章好像在顾虑 你20年后 是不是要养他 你又自问 觉得你爱他 我就这么看 觉得如果你真的爱他 可能是不会想得那么猶豫 这一件事 可能这个你有想到 可能你是觉得你是爱的 但是有没有爱到可以觉得你40岁就要放弃一些你40岁有的东西而去照顾一个这样的人 可能你已经在犹豫了 这一点是 很值得想 是不是20年之后就这样 当然我觉得他们 我就不看好 不觉得他们会一起到20年 但是如果真的有的 你又行不行呢 你想想你去到40岁 你才跟这个60多岁的人分开 那个人又有点惨 有点惨 是吧 也有的 可能你老了 可能他80岁你才60岁 你可能他grat了 那20年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 他也有点猶豫 他上来问大家 爱不爱这个人 其实他的朋友 家人都经常说 这玩意这么大 其实他都 他的心都不定 就是听大家说 你男朋友 这么大 就是大家都会潜移密化 他老了会怎么 你知道他 我们说了这么久 他老笋都没说生亡 那样 有点不定 那个人 对了 对了 就没有什么想法 都没有了 那又看看 各位听众 听完又怎么想呢 怎么看这个 42岁的男生 和20岁的女生一起 你们觉得 是不是一定没有好结果呢 你们又怎么看 或者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 家人反对过的 不一定是 差20多年 可能差10年 有没有人反对过你 你有试过的经历 都可以留言一下 好了 那我们今集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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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